字幕提供 擁有潛水教練訓練官排的余曉童Hidy 一直關注海洋保育問題 近年亦不時和朋友潛水 和到沙灘撿垃圾 而本週五 她更加響應Run for the Oceans 活動 由赤柱環香港島跑55公里 美毛出身 已離婚的Hidy 表示 越力多了 越覺得內涵更加重要 經歷了這麼多事 一個人越磨煉 越應該有內涵 這個時候想多些有意義的事去做 為了支持國際環保組織的 回收海洋塑膠廢料工作 習慣越野跑的Hidy 決定接受55公里環島跑挑戰 來取得品牌捐助 以回收550個膠樽 去生產鞋或衣服環保物料 未參加過全馬跑的她說 你問我 我覺得一個全馬 對我來說很大機會 都是難過一個100K的山菜 整個姿勢 所有東西 踢腿 這些全都是很吃力的 對我來說 但我覺得是一個新的挑戰 因為我連一個全馬都沒跑過 跑完之後 給我的感覺 原來香港其實真的很大 希望在8個小時左右完成 幸好當日還有周國賢 魏神希 香港劍擊運動員 江文慧等等 以接力形式陪跑 激勵Hidy完成任務 港島經營的潛水學校 遭到大火焚毀 損失過百萬元 會否影響受份心情 Hidy就表示已經move on 而早前研發了自家海洋防曬產品 又買了一艘小遊艇 來延續這個海洋事業 除了為海洋出分力 去年簽約新經理人公司的她 稍後會接拍電影和節目 很想有一套作品 令人記得我是一個演員 又沒有放棄的 反而是 我覺得是 共一齊 即是共同 其實接下來 完了這一個 55K之外 我其實都會嚇唆一套電影 亦都有一個節目 將會開拍 亦是一些在海上發生的事 所以我覺得是 兩樣keep balance 做媽媽之後 還會不會走性感路線 性感是骨子類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是 性感不用 要露 你自己有自己的獨立思想 其實今時今日的女生 是沒有事情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最性感的地方 不會很刻意 我覺得你夏天穿泳衣服 真的很正常